好来看到凤林分局在台九县执行交通疏导勤务的时候 碰到一名赖姓驾驶半途球员 他表示正转院到花莲慈祭医院的儿子突然肚子绞痛 赖先生心急如焚请求警方协助来开道 那么警方二话不说就几颗救援开道来护送 再由受封消防分队接驳火速送一救治 画面中这部白色轿车突然急停在凤林派出所执行交通疏导勤务的前方 警方当下只见下车的驾驶一脸慌张前来求援 该车带性驾驶人神情紧张向警方表示 其子欲从凤容医院转诊到花莲慈祭医院就医 然而在途中忽然肚子绞痛难耐 民众生怕延误就医时机 请求警方协助开道 情况击破 本首副所长立即指示远警驾驶驶驶逐车 并开启警司灯及警民庆担任前导车 原来赖姓驾驶车上就载着病痛的儿子 准备转院至花莲慈祭医院 不料儿子半途就急复发 赖姓驾驶生怕延误到就医时机 于是赶紧请求警方协助开道 警方二话不说 除了即可救援 也紧急联络受封消防队协力接驳松医 警方派遣警车前往本局受封分队 还由受封九一接驳至实际医院救治 经过警销两单位协力救援 将不同的病患火速安全地送达到医院救治 也顺利完成了这一项紧急救援任务 接着综合报道